流浪商人,别名双神,一种非常讨厌的生物 他们经常用高昂的价格卖一些垃圾物品 在外流浪的时候还会拖着两只羊驼 让他们当作搬运物品的苦力 作为一个正义使者 我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和旅商签订一个不平等卖生器 让他们从此停止流浪行骗 变成一个勤劳能干的村民 当然被他们控制的羊驼也不能忘记 我们可以再制作一个羊驼解放钥匙 让行生羊驼变回普通羊驼 从此过上自由快乐的生活 哈喽大家好,这是从来不及乎村民的小包 众所周知,村庄是我的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主要就是因为村民交易系统的存在 那么今天这个模组 Villager Toys 可以给村民们的生活带来极大的改善 也可以让玩家和村民们的交易更加和谐 那就让我们来进入模组介绍吧 第一个是粗糙的绿宝石碎片 在切实际中使用一个绿宝石 就可以切出十个绿宝石碎片 这个绿宝石碎片的话 一方面是可以作为后面一些道具的合成材料 另一方面就是当我们在和村民进行交易的时候 一种物品不是交易几次就交易完了吗 需要等待村民去补货 而如果在这个补货出现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绿宝石碎片给村民 村民就会把它囤着的等着涨价的物品拿出来 直接把货物补满 我们又可以重新交易这个物品了 这个碎片可以说是又方便又便宜了 第二个是傲慢卷轴 正常情况下村民在获得职业之后 一旦经过交易就无法再辞职了 不过有了这个傲慢卷轴的话 我们只需要对这个村民右键一下 就可以直接让他失业 就算原来的职业方块就在附近也一样 不过等级也会全部消失 所以最好是在前期不小心弄错职业的时候使用 不然就有点可惜了 第三个是失落商会的宝典 这是一本来自某某交易中心的书 里面记载着各大欺骗 呃 交易大师的 呃 呃 交易经验 关于如何调整货物价格来获得最大化的利益 当我们给有职业的村民使用这本宝典之后 村民的大脑就会吸收这些知识 并且直接提升交易等级 多用几本就可以让毫无经验的新手村民 直接变成一个有丰富库存的交易代师 比我们一层一层的解锁上来要方便多了 制作材料也比较简单 还是相当好用的 第四个是美德药水 当我们在和村民们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碰到一下村民 村民表面上会跟你客客气气的 实际上则会在背地里把货物的价格超级加倍 唉 他们实在是太容易记仇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们可以用鲜花和苹果等制作一个美德药水 这个药水可以提高我们的声誉 并且让村民们忘记我们在村庄犯下的罪行 怎么还是这么贵 对不起啊 刚刚我们不小心 就是犯下的罪行有点严重了 我们现在到这个村庄来重新打一下村民好了 你看现在这个价格是只稍微调整了一点 然后我们给他使用几次美德药水 好 现在再重新打开他的交易列表看看 你看他们价格的超级加倍已经消失了 真的是一个非常实用的药水呢 特别适合那种容易失手打到村民的玩家 不过作为一个村庄英雄 不是很建议大家因为有这个药水就欺负村民 和谐有爱要从你我做起 第五个是迷之瘟疫药水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省适用的药水了 我们在外面抓到一只僵尸村民的时候 需要丢虚弱药水再使用精品果净化它 而这个魔土的药水可以一件就净化村民 不过等待的时间还是一样的 第六个是遗忘之石 我们在打村庄袭击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铁魁蕾被持续消耗 坚持不到最后的情况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制作一个遗忘之石 就是这个像摔跤手的面具一样 绿油油的东西 对着铁魁蕾右键一下 铁魁蕾就会强化 或者说是变得肌肉发达头脑简单 在战斗中可以坚持得更久 而且因为智商被这个遗忘石退化了 所以如果我们在生存模式打他的话 他也不会还手 是一个非常友好的铁魁蕾 试问这样的铁魁蕾谁不喜欢呢 如果都这样子了 我们还是打不过村民的话 不是打不过袭击 我们可以制作一个被诅咒的护身符 这个护身符可以把灾恶层民转换成守卫 不过由于是刚出的魔族 目前还有点特性 使用了之后光消失不出现 如果转换成功的话 会是这个样子的 但他可能是留着原来的感情 不会打灾恶阵营中的掠夺者和换魔者 不过倒是会主动打僵尸 或者是掠夺兽什么的 因为是拿斧子 所以打掠夺兽的伤害还是很高的 一个人就可以把掠夺兽打得四处逃窜了 然后第八九个物品 就是片头那两个 这个是和铝商的合同 可以把铝商转化成普通的村民 这个是羊駝解放钥匙 可以把形象羊駝解放成普通的羊駝 好说把形象羊駝解放了有啥区别啊 第十个 第一碎片 这个碎片里面注入了巫师能量 可以把掠夺者转化成患魔者 把普通的村民转化成女巫 这个的使用途径的话 可以拿来刷复活图腾吧 还是稍微有点用的 第十一个是火炬 一个功能道具 它可以吸引村民还有村庄守卫 在安排村民工作什么的时候 还是挺有用的 最后一个是被诅咒了的战争文章 可以召唤迷茫的灾恶战士 不过他们已经卸下了武器 变成了一个个呆子 然而虽然卸下了武器 他们的战争也不会停止 还是会被铁盔流殴打 如果前面的那个护身符的特性 被修复了的话 这个文章还可以用来刷村庄守卫 还是有点用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这个模组的全部内容了 这个模组物品的像素风做的还挺不错的 而且功能全部都是用来帮助村民的 我实在是太感动了 如果你觉得小爆很伟大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关注再点一个赞 那么我是小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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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